大家晚上好 阿明日记又来了 讲述阿明在美国每天的状态和动态和心态 有几件事情可以随便快速提一提 一个是明天我要去洛杉矶去见律师 大概聊一聊 看看这个东西怎么玩比较好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是今天研究了一下怎么考路考 其实也不难啊 在网上你去搜这个路考的视频还是有很多的 然后再随便请教一下 周围在当地考过路考的人怎么考 大概就八九不离十了 当然除非你的英语真是糟糕透顶 完全是left turn left turn right turn 这些东西signal什么信号灯 这些单词你完全听不懂 那就糟糕了 基本上真的是初一的单词 差不多是 所以多看几遍基本上都能过 我是这么认为 多看几遍 然后多问几个过来人 然后轻松运考就可以了 第三个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今天跟老板的对话 老板说 这个气怎么刷这么慢啊 人家同样的工地上也是三千多尺 人家如何如何如何 说我慢 我就说 我今天一天把它全部刷完 然后老板说 你别吹 你是不是姓吹 吹牛逼的吹 然后呢 然后老板说来吧我教你吧 你这个苗边要这样苗 我说我不这样苗 你这样苗慢 我这样苗快啊 我说我有我的方法 他老板说 好 你有你的方法 我不是一个 什么事情都喜欢依着老板 或者依着上司的人 从我第一次做职业经理人 那天开始 我就是一个距离力争的人 我个人觉得啊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存之道啊 有些人认为拍老板马屁啊 或者是拍领导马屁啊 恶于惨媚才能好好地生存 而我 我的生存之道就是啊 坚持我认为正确的啊 我不会 我从来不去惨媚老板 或者惨媚我的领导 我甚至 总是让领导 让我上司或者老板感觉 我不是一个太好驾驭的人 我知道我 我这种性格 所以我在中国不怎么混得开啊 所以逼得我自己去开 自己去 开公司去了 嗯 其实我觉得在美国呢 这个地方 像我这种人肯定会混得很开啊 有党时啊 能吃苦啊 有目标啊 差不多了吧 能吃苦啊 绘花脑筋 那美国不需要中国人来搞那么多名堂啊 基本上 我看到周边的这些华人老华人啊 凡是混得好的 也就是具备 这些条件 那美国不需要搞那么多名堂啊 你只要勤奋的去做 是吧 我今天还问了一个 老师傅说 这里之前 出续的那个 就是自立门户的那个 那个老板啊 我问他 他在这边 干了多久啊 他说干了两三年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年啊 我说他离开的那个月的工资多少钱 就是最高 这在多少钱 他说是两百三啊 两百三估计也是我目前听到这边最高的了 两百三一天 呃 这已经在南加州啊 整个南加州 装修行业里面 最高的了 已经很难再发现有 比这高的 即使有 也是凤毛麟角了 两百算是一个瓶颈的 呃 努力吧 这个 认定的方向 每天积累 剩下的事情 交给时间啊 就像龟兔赛跑一样的 前面的路 你是一定可以达到的 只需要时间而已 你不要走到半路上 不想走了 哎好烦啊 不走了 不走就不走了 就停掉了 嗯 一直往前走 目的地必然会达到 好了 就这样吧 明天 看律师 就是 见完律师看看 有什么新鲜东西 可以跟大家汇报一下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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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